交通的话就靠这边这条路 等于说这个堵住的话 我们进出都很不方便 徒手搬着五个包裹 顶着大太阳吃力的搬着走 这家食品行就在台北市 南京西路天坑旁 门前唯一一条路被封了 货车进不来 只能靠人力搬货 光是下午两三个小时 来回跑了最少有四趟 货通很重 等于说我们原本可能一个车过来 然后我们可能就要搬很多批次 很多人力去坐这样 还有不少住户停在大楼地下室的车子 开不出来 一早要上班只能汽车步行 再想办法搭公车 现在车子没办法开 你现在没办法进来 交通不方便 南京西路天坑经过二次塌 限直径扩大到20公尺 从心灵北路口到环河北路这段 全线封闭紧急回天 周边108户也暂时停止供水 社区大楼电梯口贴着停水公告 至少两到三天没水可用 只能靠蓄水塔 但一整天下来地下室蓄水池 已经差不多要见底 他现在有进来 刚很低哦 现在有进来一点了 现在水要比较少一点 现在是靠楼上的水塔 那水越来越少了 市府紧急调用供水站进驻 但遇到酷热夏天 居民抱怨根本不够用 有停水的住户一定是不够的 住到那个十几楼的 怎么去抬啊 高楼住户想到要提水爬楼梯 更是苦不堪言 还不只是自来水 为了安全起见天然气也断气 有81户受到影像 没办法啊 你没有瓦斯就要到外面买啊 北市府表示回天作业 预计进行二到三天 这段时间天坑周边的住户 只能多辛苦一点 继续来徐伟辰 亚云采报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一半 一半 四十五